9點26分歡迎大家回到生活同樂會 今天禮拜二原本我們第二小時 本來就是固定清醒我的寶貝單元 那是因為這個單元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 而且我們也發現就是不管是兒童 學齡前的孩子或者是青少年 其實有太多太多太多東西是值得我們關心跟談的 那所以呢我們有的時候就會把它延長到第一小時呢 也是清醒我的寶貝的一個領域 那今天在現場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也非常感謝副校長這麼早 一大早就搭高鐵從這個川普對北上 那讓我們歡迎的是亞洲大學的副校長柯慧珍 柯副校長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副校長今天要來跟我們聊的是拒絕網路成癮 我相信這是所有青少年 我覺得搞不好還不到青少年 小孩子就是小小朋友 就已經開始會有這樣的 尤其是到了暑假情況更嚴重 因為暑假平常的話你會說做文課要考試要念書 那或者是孩子本來就很忙 所以也沒有時間太多時間這樣做 但是你知道在暑假的時候 大部分的孩子我看只要是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 只要有手機的幾乎都是黏在手機上 手機就是如果你可以讓他選擇不睡覺不吃飯 他24小時都黏在那個上面 所以這確實是一個蠻麻煩的問題 而網路成癮他其實影響是非常大的 不是只有說你說傷他的眼睛 或者是他這樣子功課會退步 不是只有這樣 他的影響真的是遠遠大於大家一般的任居 那所以我想請教一下就是副校長 因為副校長你自己有小朋友嗎 現在沒有小朋友了 現在只有 現在我有很多的小朋友 很多我的學生是小朋友 還有我們服務 我們辦營隊 做一些戒王營的營隊 讓很多的小朋友離開迷惘的營隊 所以我們有很多小朋友 所以你在這方面其實是 已經為什麼會特別去針對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教育有好多領域 那其實也沒有這麼 之前其實也沒有這麼多人特別在意 那個是在我差不多是在民國95192 我在成大當學務長的時候 你就開始關注到這個議題嗎 以前我本來是關注 憂鬱自殺毒品這些議題的 但是我當學務長之後 就要處理學生的問題 那在那時候就碰到有一個學生跳樓自殺 但是後來發現在他跳樓自殺 他這個後來從那個 就因為你必須要看他所有資料 然後也會去排除什麼是不是他殺 就看到他的 這個所有資料之後從網路看到他 還有他的室友提到 三天三夜迷惘 三天三夜 就是沒有離開過網路都一直掛在網上 對對對對對 對 就是你可以從網路就可以看到他 三天三夜全部一直在網路 三天三夜之後跳樓自殺 所以我們開始關注到說 誒 有這麼嚴重啊 一個人可以不吃不喝不睡 這樣子 副教授你說那時候是民國91 92年 對 那已經是 因為我當學務長 我是民國90年開始當學務長 那是17 8年前的事了 其實那時候全世界就開始 也是差不多 就開始 但也在 助力關注這件事 對 在已經在開始關注這個 其實在1995 1996 那時候 在美國英國 就已經是這樣子 就所謂的網路成癮 科技成癮 就已經被提出來了 那你常常會接到 我相信因為 一開始你是在關注到 你剛說的憂鬱啦 等等的這些狀況 但是因為這個case 你們開始發現 原來網路可能會有 對孩子有些影響 那所以你們開始繼續去 當然就是這些年來 這十多年來 一直都有在關注這個議題 那所以也常接到父母親的關心電話 就是大概 我相信如果今天是我的話 我要找副校長 我可能也說 菲娃我問你喔 那個我兒子啊 或是我女兒怎樣怎樣 每天那個幾點 然後那個幾個小時 這到底算不算網路成癮 沒有沒有 哇主持人實在太接地氣了 沒有因為我只有兩個小孩 你這個就是我們最常接到的電話 那網路成癮有一個定義嗎 沒有你知道我在亞洲大學 我後來從成大 在退休我在亞洲大學服務 我們又設了一個 那個網路成癮防治中心 我們就有一個諮詢專線 那其中諮詢專家最常接到電話 就是您剛剛提到的這樣子的電話 我們家小孩就是這樣這樣 您剛剛講 那請問這是網路成癮嗎 對對對對對 所以網路成癮到底是什麼呢 很多家長 事實上很多家長其實是誤解了 嗯 誤解了 所以因為這樣產生一個不必要的衝突 嗯 那所以我們需要了解 很多家長就提到 他怎麼一回來 然後整天就這樣子不睡覺 然後一直在上網 嗯 所以他是不是有網路成癮 嗯 哦 那其實後來我們了解 有些孩子他不是 他在經營網站 哦 他可不可以這個新的自媒體 他自己現在 呃 就是也搞這個 呃 搞直播 搞得很這個他 然後經營社群 所以 因為這樣他花很多時間 所以不見得那就網路成 呃 就叫我們就說叫網路成癮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正確的了解 嗯 那網路成癮基本上是這樣 當然第一個 他當然是很多家長觀察到 哇他怎麼花那麼多時間在戴電腦 嗯 怎麼花那麼多時間 黏梯梯的一直黏在手機上面 嗯 但是時間花的多 不是就是成癮 嗯 我們很重要的 是他時間花的很多 而且已經導致他 功能上面有明顯的損傷 功課退步 呃 身身體健康受到影響 嗯 跟家人的關係也受到影響 嗯 然後過去呢 他有很多好的習慣 不管運動啊 讀書啊 跟家人一起出油的習慣 跟朋友出油的很多習慣 現在都沒有了 嗯 所以第一個我們就說 他是玩的很多 可是玩到讓他失功了 嗯 第二個的話 很重要 嗯 就是說當他發現到說 啊他已經這麼這麼已經 呃功課這麼退步 或者身體很不好 最近近視也大大增加 嗯 所以他試著想要去減少 嗯 可是他做不到 嗯 就是說明明的 已經知道這麼嚴重 嗯 那試著想要 甚至跟媽媽說 好好 我今天就不要玩 可是控制不住 嗯 都玩到半夜 嗯 所以就是 呃 呃 我自己明知道後果了 但是我想要試著去 嗯 調控 我們一般的人都會這樣 嗯 我知道這樣不好 那我就可以調控 嗯 但是他 沒辦法 嗯 所以我們常說的 那個失控會有點像什麼呢 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 嗯 一早起來 我就想他 所以一早起來我就想要上網 嗯 我就要趕快連上線 然後 呃 就是我壓 壓力來的時候 我就 特別就想要投入他的 懷抱裡面 嗯 那很多的孩子是這樣子的 他就是特別在壓力 那特別在情緒不好的時候 那麼網路世界變成一個逃避 嗯 變成一個 呃 就是讓他去重新再找到 呃 他的紓壓的一個管道 嗯 那這時候他就 呃 特別的又迷在網路裡面 嗯 然後呢 明知道說這樣不好 可是拔不出來 嗯 好 我們說好像是失控了 好像一個迷念的現象 然後接著呢 有些人還呃 會甚至會出現這樣子 嗯 他會有那種 一旦我離開網路 我不用網路的時候 他會發現到說 哇 就是這個 嗯 整個人是非常的就是 呃 憂鬱 沮喪 嗯 哇 很像失戀了的感覺 對 沒錯 嗯 就是 然後很煩躁不安 很焦慮 嗯 然後或甚至就 呃 覺得很空虛 嗯 好 那我們說 戒斷反應 嗯 嗯 那也就是說 所以 呃 就是我們不要只說 孩子 上網的時間很長 我們就把它說是網路成名 嗯 因為這個時代 我們恐怕很多人都會 把網路當作很好的工具來使用 嗯 所以他有可能是 上網時間很 很長 嗯 它是一個 不是把它當工具 而是它是明念上它了 嗯 而且 難以自拔 嗯 所以現在哦 大家如果看 正在看這個 所以 剛剛就有人講說 欸 那這樣我們每天早上 那個 九點到十一點 都一定要黏在這邊 上youtube看童文姐主持 生活童樂會算不算是一種 網路成癮 這不算 這不算 這是一種新收新知 呃 而且你只是 這是你的喜好 呃 這是你追尋你的興趣 嗯 但是也有人說 可是一天不看童文 我就覺得很難受 欸對對對 這你是對我成癮 不是對網路成癮 不用太緊張 但是我要講 如果你們現在正在看 呃 我們的直播畫面的話 會看到 呃 副校長帶來了 成癮發展三階段 其實就是 剛剛副長所講的 這個部分 然後把它呃 在在這個具象化 用文字喔 來寫出來 讓大家了解 所以有看到 呃 包括第一階段喔 呃 第二階段跟第三階段 那呃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有徵兆嗎 徵兆是不是就是在 第一階段的時候的 一些反應 就我們怎麼樣 我們那是說到第三階段 才會有徵兆喔 它是最重要是在 說明是它的發展的歷程 呃 什麼原因讓它會發展到 剛剛呃 就是會有這樣 它不是只有使用時間長喔 而發展到最後 它是難以自拔喔 就是一旦就是我就是在網路 那出不來 爸媽把我拉出來 哇你看知道現在很多的衝突啦 就是甚至要打爸媽啦 或者他自己自殘啦 那這個這個是這個呃 就是說到最後是一個呃 沉迷甚至成癮的現象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發展出來呢 我們看這三個階段喔 他告訴我們這個發展過程 所以我們掌握這個 比較知道 呃 家長就比較知道 或是自己也知道怎麼樣 不要讓自己會走向 到最後成癮的階段喔 那第一個階段我們在講的就是 你開始會 食用量很高 你開始會一直就是會 開始有一個呃 高量的去使用網路喔 那這個往往是呃 有環境的因素在影響喔 這裡面包含最常見的就是同彩 因為你旁邊的人都在玩嘛 旁邊的人甚至的同彩都在 邀你一起上網嘛 譬如說我們說 現在目前網路成癮 它有很多類型 它可能是呃 這遊戲 它可能是社群網站的成名 嗯 或者是網購欸 有些人是網購 嗯 或者是網路的賭博 或者是 呃 就是說那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一開始的時候朋友打 找我打怪啊 找我一起玩囉啊 很多人就把這個就找我一起玩 那所以我就跟著玩啊 那我不跟別人玩 同彩壓力很大欸 喔 那另外一個呢 跟家庭有關 嗯 也就是說有些 有些爸媽她是呃 買給孩子平板 買給孩子手機呃 的時候 那她就瞭解到 那她就瞭解到 就會跟孩子 約法三章 好 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的時間 使用的時間要怎麼做管理 好在什麼時間可以用 什麼時間不能用 好 那你要健康上網 所以健康上網就是呃 你的使用的時間 比如周一到周五啊 因為要上課 呃 使用 呃 使用不要超過一小時 呃 周六日不要超過兩個小時 那另外一個就你要先把重要的事先做完 好 你在 你在去玩這個 這個玩遊戲 所以有些父母是這樣 他有規範的 嗯 跟孩子會有規範的 而且有些父母他就跟孩子有溝通 嗯 沟通之后 然后订定一个规范 那有些孩子 有些爸妈更好 他是不只是孩子规范 全家一起来规范 什么时间我们就全家相聚 这时候大家都关机 那不要上网 那大家好好做家庭的团聚活动 那什么时间是可以晚 所以就说家庭的规范很重要 那通常荣誉成语 我们没有发现家庭没有规范 所以很多父母现在很重要 当你在买这些3C产品给孩子的时候 你就要跟他订定规范 这个使用的时间 那甚至地点的管理也很重要 如果说你孩子的这些3C产品 他睡觉的时候就放在他自己的房间 那成语就比较高 就比没有放在这个房间的高 所以有些父母是这样 12点以后 那手机家长会管理 或者现在会用他会用那种有一些APP 他可以来 现在有一些健康上网的软体 他可以帮你管理一个时间 那可以就是上网的时间的管理 或者是上网的一个网络内容的管理 排除掉那个暴力啊 或者是排除掉摄情啊 那这些管理也都是很重要 所以跟家长有没有去关注 跟知道3C产品的使用 而跟孩子养成他一个健康上网 好习惯的这个规范是很重要的 万一今天有家长说 完了我已经来不及了 就刚刚听到这一大段 就说我当初买给他 我也没给他做规范 或者是我要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比较忙的时候 或者是爸妈自己 其实在使用手机的频率也是非常高 比如说像我们做媒体工作的 或是我们是仰赖这个网络为生的人 那其实你使用网络时间会非常的长 你在使用网络的时候 你其实也就比较不会去关注到 你的小孩在干嘛 那当你忙完 可是我们可能都 像我我是不追剧 我也不会去 应该这样讲 我不太会用手机来做娱乐的事情 我只要打开手机都是为了工作 但是我90%的工作都是跟网络有关 没办法现在这个年代 所以你不是成语 因为 我赖以为生 因为你使用时间长 但是它是你的功能 对就是说 增加你的功能职业功能 就是当我工作完之后 我就不想再拿血糖 又觉得很累我想做点别的事 你也想远离 对然后当爸爸妈妈把手机放下来的时候 你自己刚刚可能搞不好 我已经用了一小时两小时了 然后你把它放下来的时候 一回头看到你小孩正在用 你就 就破口大骂 你这样一直都在玩手机 然后小孩可能说 我才刚马起来十分钟 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是你自己原本没有 就没有做好规范 第二个是 以身作则 对第二个是自己也无法以身作则 然后呢 原则没有坚守 我的原则就是说 我有时候在我很忙的时候 我就当 我就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当做没看到 我知道他已经玩很久 我就不管他 可当我不忙的时候 我就是盯着他 小孩好像也会 无所适从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 所以很多小孩 很愤怒的就在这一点 就觉得 就你自己都 你自己都有用 你不用的时候 你就来不准我用 他们觉得很不公平 我们家小孩是都知道 我用的时候都是在工作 所以他们还不敢讲这句话 但我要讲的就是 很多爸爸说 爸妈说那怎么办 第一个 我们一开始没有给规范 第二个 我们真的也是蛮没原则的 我觉得没原则这件事情 比较可怕 搞不好很多人有规范 但是你没有原则 也一样没有知识 那现在 孩子已经有一事出现 网路成瘾的状况 也许真的就是开始跟爸妈 有非常激烈的冲突 OK 然后回家之后 我真的有朋友就说 在学期中 就是每天其实 功课压力很大 过中的时候 回来之后就是不管 就是反正就是 手机就拿起来就一直玩 吃饭也 吃饭也是带上来 然后跟他讲好了 就是说你先把功课做完 再去玩 他讲说好 可是呢 他进了房间之后 你过一会进去 他还是在玩 那当然就会起 很严重的亲子冲突 那如果你要 断掉他的网路 或者是你要 收回这个手机的话 那就不得了 就家庭隔离 他一个是把门 关起来堵起来 对 隔绝跟你的沟通 要么直接就跟你开始 对 冲突起来 万一他不敢跟你冲 他就攻击自己 对 他用伤害自己来威胁你 对 所以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家长如果是 是 反应是这样的话 那已经可能有网路成癮了 孩子怎么办 可是我们要注意到 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规范那些 刚才只是第一阶段 很多的孩子是这样 如果他是 只是在第一阶段 那你就跟他好好沟通 让他知道为什么要定规范 定规范的好处坏处 以他的立场来看 第一阶段 我们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 对 可以跟他沟通 没有 我说第一阶段的状态是什么样 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 第一阶段就是说 因为 就是说因为周遭大家都在玩 环境也没有规范 没有限制我 所以我很容易接触到 这些游戏 很容易就玩到没限制 所以玩的时间多 那你重新再建立规范 如果他还是只是这样的话 OK 可是很多的孩子的问题 是他到第二阶段了 第二阶段就是说 很多的孩子是因为 他就上网去玩的时候 那很多孩子发现到说 我在什么 我 你知道我在我们班上 我功课不好 我是被老师不看好的 我是书大 我是小别山 可是我到网路之后 I am the king 我是王 你知道我在让你多有成就感 所以很多孩子是怎么样 他在 就是说 在网路 他给了他一个什么 生活中没有的一个需求的满足 让他得到愉快感 让他得到成就感 甚至让他得到很多归属感 爸爸妈妈都不管我 都不理我 我很寂寞 没办 可是我在 我在网路 我们大家一起 对不对 带队工程 我们一起玩 我们很有归属感 很有伴 而且我在这里很有目标 我就知道怎么样去 征那个排行榜 而且失败了 都随时可以再 Restart又开始 我在这边很有成就感 所以在这时候孩子 什么很重要的是 孩子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他从生活中 没有得到一种 基本的人的这种心理需求 归属 暗坑归属 成就感 觉得我自己很不错 你们也看我不错 然后我是觉得 自己在生活中 也找到我自己的 努力的目标的话 那他在网路里面 找到这些需求的满足 那他会留在这里 可是你硬要把我 带出来 然后你又不懂 你又不懂我在那里 为什么 你就只会 就是现在就要跟我定规范 那就跟我 叫我说 时间到了 一个小时到 你给我就不能再玩了 或是什么 就是说 我就给你限制 那你要玩 我把你手机拿走 那我怎么办 你知道 那里面是有 那里面也有太多 我的需求的满足 那这时候 就 问题就来了 所以在这时候 假如是父母是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我们再说 请听 你要先了解 请听跟懂 了解孩子 现在到底 为什么会 上网时间这么多 而且 要很清楚了解到 如果在网路里面 他得到的是这么多的 这些需求的满足 这种高四感 就是爱跟归属感 他在里面有他的成就感 那得到他的自尊 那在这里面 他找到 他的一种 抒压的方法 愉快感 然后他找到 他的目标 你就必须要先了解 懂 然后跟他 好好的讨论 那怎么样在生活里面 我们也可以 不一定 一定要网路啊 不一定 一定要上网 不一定要这个打罗啊 我们一样可以从生活中 再重新找回这高四感 这也就是我办的那个 营队就是在这里 我办了一个 借往你的营队 就是把很多 你刚刚说 很多父母已经很苦恼 那孩子就是 迷在网路 可是怎么样 他现在跟他定规范也没用 那一旦 这个你要赶他离开 就起冲突 但很多的孩子 就在我们这样的一个 营队里面 他重新回来了 所以也就是说 呃 我们需要让孩子 重新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验 让他发现到 没有网路的生活 也很有高四感 好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有一个听众朋友说 他们有给规范 可是小孩以自杀作为要挟 我觉得这已经到就是 已经到比较后面了 就是蛮严重 然后就说 呃所有的规范 呃他都是得寸进尺 是 呃那最后小孩要求是 父母完全不能管 那要不是只有 就是要不是用我们刚刚说的 隐私杀来威胁 就是手机拿来就离家出走 是 这个真的就蛮严重的 是 到这种程度的话 我觉得就是 嗯 爸爸妈妈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了 是 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管道 可以来寻求协助吗 呃现在是这样各县市 嗯 大家看一下那个 其实在 现在我们的卫生狐狸部 嗯 他有特别跟各个 县市 嗯 呃那个卫生局 嗯 这边都有 都有一个 安排 就是 重点的安排 把这个网路成营的 这样的求助 的资源 当作一个重点 嗯 所以各县市都有一些 求助的平台 嗯 那这些平台 呃里面都有 呃列到很多的 呃可以求助的一些资源 嗯 大家可以好好利用这个部分 嗯 那另外 呃除了就 寻求专业的协助之外 那我也特别在这边强调 家长可能要 呃掌握刚刚我 我讲的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 呃你要把他带去求助 那也还是很重要 孩子还愿意去 嗯 那愿意去的话 其实有一个 前例 第一个 他觉得你懂了 嗯 你了解他 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请听了解还是第一步 嗯 就为什么 为什么当 妈妈 爸爸 呃不让你用手机的时候 那就是要 让你停掉这个 你的手机 停掉你的网路的时候 你会这么的难过 对不对 呃这么的难过 或这么的生气呢 呃是难过什么 嗯 那你在生气什么 你在担心什么 嗯 嗯 那你会 如果是让你离开网路 那你会觉得 你失去什么 或对你有什么样不好的吗 嗯 你先做好了解 嗯 那 那其实我们 我们已经过去了解啦 嗯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我有很多的 我刚刚提到 我很多的心理需求 嗯 那我在现实生活 就是没有 没有办法得到 可是我在网路得到了 嗯 所以就是我在这里 我是小鳖山 可是我在网路 我是王 那这时候 你怎么把它带出来了 嗯 所以你让它 发现到说 其实不一定在网路里面 你可以当王 你会觉得活出自己是很不错的人 嗯 即在现实生活中 呃我们可以一起来安排 我们可以去做哪些活动 嗯 你也会很有愉快感 很有成就感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呃 听众朋友我们在 呃我们现在YouTube直播的这个部分 我们都有把呃 今天副校长带来的一些咨询的管道 包括各个县市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 还有各个县市的网路成瘾治疗 服务资源的网址 都po在我们YouTube直播的留言区 那呃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想要简单的 我刚看到有一张图表 我们没有讲到 就是呃建议家长怎么来呃限制 应该不要讲限制啦 逆法 来呃对 跟孩子在呃使用3C产品这方面做的一些 月法三章跟规范 每个年龄不太一样 哦 我们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再看一下这一张图 9点54分 最后大家听到这一首是蔡宗伦的歌曲 不开心也是一种病 那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是亚洲大学的柯慧珍副校长 因为他们长期在关注孩子 呃网路成瘾的一些问题 那刚刚有很多的呃父母亲其实都在YouTube这边 提出了很多大家自己的担忧哦 那呃除了有刚刚po上的一些呃各地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可以用之外 那其实等一下我会请这个副校长讲一下他们自己有一个赢队我觉得也蛮不错的那我这边很快速的摆各个不同年龄层3C产品使用的教养建议哦跟大家说一下零到三岁哦零到三岁哦零到三岁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尽量不用真的不要就容我再讲第101遍不要再用平板跟手机喂饭了拜托爸爸妈妈哦三到六岁限制一天不能超过一小时 这是所有的3C产品加起来哦六到九岁在父母的监督下使用家长请以身作则哦九到十二岁这已经就是呃中高年级哦在规范一下使用也就是说不是说你要在旁边看着他啦要养成习惯这个一定要有规范哦那么十二到十八岁就是自主管理了自主管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十二岁以前每一个阶段之下都能够按照这样去做好的话那我相信其实 到十二到十八岁的自主管理也没有那么痛苦哦那最后其实哦我们只剩下20秒时间哦这个副校长我们亚洲大学有在办营队对不对这个营队如果这个呃就是网路借网路营的营队吗嗯那呃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啊呃其实就是父母或者自己哦呃我们有自己对就父母大部分都是父母就觉得说呃你观察到我刚刚看到的哦孩子已经有这样子上网时间 很长长到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学业功能了可是呃要他要去减少嗯做不到嗯哦他已经对网路有那种这过度是搜寻亚洲大学就可以吗呃可以哦我亚洲大学网路成瘾防治中心亚洲大学网路成瘾防治中心是哦那哦像你刚刚讲的这些就是父母亲可以帮孩子去抱孩子都不愿意去 刚开始不愿意但去了之后他们就不想走了你们你们办营队办多久呃已经办三期实际上就是那个呃这个卫福部教育部嗯还有就是有个朱英龙教授很关心这个议题他也做了一些捐款 嗯那我们来呃就是办理这样子的营队嗯那已经办了三期嗯那在寒假就会有第四期三期是呃每一期大概就是大概是二十个上下比如说暑假就是一起寒假一期对所以应该说三期就是说已经从去年开始办到今年对对对对对对 Dumas 在他们在一起二十个人呃呃二十四到大概上下就是多一点对然后那呃嗯他们要申请报名进来呃你们需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状况嘛对对对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每一个都会收进来吗呃我们是就基本上就是说他有呃先评估嘛 先透过家长评估 如果家长觉得很严重 但你们觉得这其实不是网路声音 也会跟家长说一下 有一些是可能家长 但是因为我们有评量表 像现在新快活平台 也有一个评量表 大家可以试着做这个评量表看看 那我们是平台有一个评量表 那先经过评量表的评量 然后也确定一下说 孩子是初步的评估 那我们还会进一步专业的电话的访谈 那确定的话 那就可以报名 那我们现在尽量也都找到一些资源 来尽量能够 家长只要一个很少数的一些 要致富的保险费 或一些致富的金额 那我们来支持这样子 那家长就是能够 最重要的是我们协助家长是这样子 就提供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营队我们是八天七夜 住宿营队 八天七夜 对对 那这八天七夜 八天七夜都不用看到小孩 真好 就是那孩子在这里他都没有网路 不能用手机 不能上网 刚开始的有些孩子 真的 那可是刚开始第一天他可能很不适应 可是慢慢慢慢他就发现到说 这个我就讲一个孩子就说 那你们没有碰到那种 对不起 因为我们要那个下一 我们已经停了 但有直播还在进去 只是因为还是有很多的就是朋友在这边关注 那你们没有碰过就是说在那边会发脾气 有啊当然有啊 那你们都都 有啊就是威胁啊 嗯 比如第一天来就会很威胁 嗯 就说你让我走 嗯 好 那你把我平板还我 你把我手机还 否则 嗯 嘿我就跟你讲哦 我我现在就暴冲出去哦 就跳下去 嗯 就拿着暴冲 他就直接威胁啊 那怎么办 哎啊就有各种 还有就是他就就躲在旁边 跟完全不理你 他把那个 就是好像毒瘾一样 不不不 就完全说在那 他不理你 那或者他就跟你威胁嘛 好威胁说 那个等一下我要暴冲 好 你打电话给我妈妈 你跟他讲 他再不来 我就怎样怎样 对 有啊 在在对 那那有些没有那么 可是第一天来是非常的不高兴的 因为你大部分都被逼着去的啊 嗯 可以 可是我们现在慢慢因为越来越多 所以就会有 有一些前面的人传承 有些影片让他看 哎 他们就比较知道了 可是一本知道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 要拿掉这个 他还是很难过啊 那你们还有 比如说你们已经办三期了吗 前面的有去follow up他们 有啊 后来回去之后 今天没时间讲我们就follow五个月 嗯 嗯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就像上一期 我跟你讲就有一个第一天来的时候 妈妈就说 哎 靠心里现在讲 因为我们第二 哎 那第二期啊 我们就接到第一期 你讲了我都知道 可是真的吗 我实在不太相信 你知道为了这孩子啊 我已经是就是整个人就差点没自杀 这样子 他就觉得他已经心力交瘁 非常无助无望 所以我不知道真的 我这是我最后一时的希望 我就把他送来 但我不知道真的有用吗 可是那个那个八天七夜来之后 把妈妈看到他的情况 他真的都哭出来了 他后来有持续吗 哎 后来我们追踪 那孩子 经过因为高二经过高三 那今 今年 他上到了他理想的第一次元 我觉得 因为今天主要还是因为没有时间讲 因为我其实 因为今天讲的还是宣导为主吗 对 但是因为营队的话又是他们自己办的 没有没有 那个就卫福部补助的 真的 那我说 就一员了 那其实根本前面就不应该讲这些 时间不够啊 我知道啊 因为卫福部的需求 卫福部希望是宣导这个 但我觉得 就卫福部补助的啊 我们那个营队一开始就是一员 但是应该要再讲一下那个营队了 因为那个营队其实对很多 其实营队他们也希望 对很多 希望我分享营队啊 因为其实你要办比较多年 一期才二十三十个人怎么够啊 现在网路成员的还是 应该是蛮多的 可是八天机耶 然后要带这个 你这是不是一个耶 哇 你知道 对 这里面 大家都疯了 好 大家那个去搜寻一下 亚洲大学的网路 网路成员防治中心 是不是 对 亚洲大学网路成员防治中心 我们刚刚讲的都还 都有啊 大家都有听到 但我是觉得如果有机会 非常你来 就是单独 就是针对你们的营队的内容 然后还有刚才你讲的这些故事 我觉得让父母亲更知道说 怎么样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让孩子就是找 我觉得是我们怎么帮忙 让这孩子改变的方法 我觉得父母了解 所以如果他们要自己帮忙 也也也知道方法 对啦 今天讲的还是很重要 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都已经到那种程度了 哦 当然 对不对 所以你前面的东西 预防的也很重要 预防 然后你怎么看他在哪一个阶段 你可以怎么做 是 对 但是问题好多都来不及回答 下次有机会 有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对 但因为我们已经有下一位 下一段了 父亲好谢谢哦